Liu Pen元的英文教室 英文測驗篇第九集 我們看看這些常常考試 不管你考任何考試 英文考試 這個是這種的 閱讀測驗 這是經常考的 那我目的不是在教你考試 而是提升英文的程度 那我們要講透 到底這個什麼意思 不要用猜的 也不要說去找竅門 不要,就是靠 真材實料,靠實力 我先念一下 然後你自己想想看 你會選哪個答案 如果有把握最好 如果不是有把握,你猜猜看 我們待會再對照一下 Hotel usually has Cancelage 或者has Porter has Bell Hub 或者has Mate Who will help you organize A local tour Make a restaurant reservation Buy tickets to the theater Or sports games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utside hotel 在看這個 A new form of identification Relys on DNA Which carries Electric information 或者是 Genetic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 Mental information Of each person 一個人說 Do I need tickets for Taiwan Culinary exhibition 另外一個回答 We will be delighted to see you there You can donate $5 to the museum It's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They also have a regular exhibition 然後你看看你會寫哪一個答案 Do you need anything else 另外一個回答 No That would be nice That would be all That would be my That would be sure Thanks Excuse me I ordered a Big Mac Not a chicken sandwich 另外一個回答說 What do you say? Do you say that? Sorry about that This is not my fault 這邊有一個據點 I'll get your older sex right now 我現在有13個YouTube頻道 這邊是最新的英文測驗片 這些人可以都去參考 這個種類很多 裡面有很多頻道 有很多視頻 喜歡看就看 不喜歡看就跳過去 可以的話就全部按訂閱 好我們來看看 這個 像這種題目怎麼說呢 我們第一個 一定要懂它意思吧 懂意思 你才不會用蒙的嘛 正確率比較高 比如說 一個hotel就是飯店 YouTube裡經常有一個什麼呢 這四個都是人 人 然後呢 這個關係代名是嗎 它 會幫助你 去整理啊 去組織啊 去 找出頭緒啊 這些意思 一個 這樣 去這個 local tour 一個當地的 旅程 當地行程 會幫你這個 組織一下 會幫你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地方性的旅遊 然後去做一個 去這個訂啊 訂餐廳啊 restaurant餐廳啊 reservation 預訂啊 make a restaurant reservation 訂餐廳啊 然後買票啊 買 tickets 買這個 不管電影院啊 還是歌舞劇 買那個戲院門票 或者是 運動 運動比賽的門票 任何事情啊 任何事情啊 還有這個 任何東西呢 你想要做的 然後是在這個 旅館外面 想要做的 這邊只舉例 所以旅館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人啊 可以幫助你 安排一下 當地的行程啊 旅遊啊 幫你訂餐廳啊 然後訂那個 訂票啊 訂席票 訂那個 比賽的門票啊 任何事情啊 你這個 在旅館外面 你要進行的活動 都可以幫助你 好啦 他這 這是什麼人啊 第一個 consearch consearch 就是我們一般講 大廳那個櫃台啊 這櫃台 不一定是那個 接待 就是你check in 你要進房間 那個櫃台 而是他有個秘書櫃 通常有時候 奇怪 秘書平常 他一張書桌在那邊 一張辦公桌在那邊 他也不是那個坐在櫃台 就是第一線 就是你要入住那個 但是有時候 有人會在那邊跟他聊天 就是那個叫 比如說櫃台秘書 以前我們叫失婚 失婚那個字 以前人在用 現在人不用 你可以說櫃台服務人員啊 或者櫃台秘書啊 這個 這樣的 那當然就是他了 當然他 因為他 他會解決於難雜症 因為那個 櫃台入住那個 他有很多事 很多事啊 但是安排什麼東西 他沒那麼多時間去辦 就是專門一個 這個櫃台 通常在旁邊啊 通常是小姐 小姐多 先生也有 穿得很工整 然後專門疑難雜症 就談concierge 那個叫concierge 這一題叫concierge 那你看波特 波特是腳夫啊 腳夫就是行李員啊 行李員不可能 他的 級別 資歷 他的經驗 能力都不夠 BellHub 就是那個 也是 服務人員啊 這個 旅館服務人員 為什麼服務人員 BellHub就是按鈴嗎 以前嗎 現在不用啊 現在打電話 以前是按鈴 噹噹 有一個Hub就跳 跳出來了 哎 先生怎麼是 就 一聽到鈴聲跳出來 就服務人員 或者以前我們叫小拆了 不是開小拆了 就是小弟 小弟就跑出來 大哥 老闆 先生 什麼事情 妹的女仆啊 那不可能 所以concierge 這個字 很多不認識 那在不認識的時候 也沒辦法排序法 這個你搞不清楚什麼意思 可是不可能是腳夫啊 也不可能是小弟啊 小拆啊 也不可能是女仆啊 這個小拆法啊 那可能是這個 這個一個新的形式的一個啊 一個身份證明啊 身份 認同 認證 身份的認證 我們就說那個 身份的認證啊 或者這個要發這個身份證啊 reliance on 就是這個片語啊 或者我們叫成語啊 就是要仰賴DNA 就DNA 你的那個生物的密碼 DNA 需要核糖核酸 那這個關係代名詞 代表 H就代表DNA 這DNA呢 它就是carry 它載有 存在 運輸啊 這carry 有很多意思 但是差不多 就搬運啊 存在啦 帶有啊 這些意思 帶有什麼的訊息 分辨性 什麼訊息 就每一個人 Each 是每一個人 什麼訊息呢 這個DNA 大家都知道DNA 就是生物的 生物的 生物的那個 基因啊 取養核糖核酸 身份的這個DNA 一個生命的 生命的密碼 帶有電子的訊息 這個不太對啊 genetic 帶有基因的密碼 當然對啊 叫基因的資訊 當然是genetic 當然是對 然後心理的 psychological 心理的資訊 那這個不對 mental 就是心靈的 心靈的 這個心靈是 跟這個DNA 沒關係 所以這個 也不是心靈的資訊 而是基因的 基因的資訊 所以這個 當然是選 genetic 然後呢 下一題 比如說 有一個人說 我需要 ticket 票 車票 門票 什麼票 我需要什麼票呢 啊 這個 對於這個 台灣的 Culinary 這個字就是噴刃 噴刃的意思啊 這個 也稍微一點點難度 這噴刃的展覽 這個 這個 最近什麼外貌協會啊 世貿展覽館啊 什麼 展覽會場啊 展出這個 Exhibition 就是展覽會 展出 噴刃大展 請廚師現場 調理 中華美食 西洋的料理 東洋料理 西方的噴刃 那我需要門票嗎 那這邊當然就門票了 不管是球票啊 不管是車票 我需要門票嗎 第一個答案 We'll be delighted to see you 我們會很高興 delighted 就很高興 看到你在那邊 這個封馬牛 我問你要不要門票 你說你很高興看到我 這個 不相關 You can donate 現在我們講 donate 就是這個字 它動詞是 donate 名字 donation 你可以捐獻 5塊美金 給這個博物館 哇你在講什麼 我在講要不要門票 你說叫我捐5塊美金 這個不相關 第三個 It's free 它是免費的 And open to the public 就對大眾開放 不再免費 而且對大眾開放 當然是這個答案 然後再來一個 They also have a regular exhibition 他們也有一個常態性的 Regular 是正常 所以Regular意思很多啊 就是經常的 平常的 正常的 它還有別的意思啊 比如說 You have regular teeth 就是你有一個很正常的牙齒 這個怪怪的啊 不是 也不說正常牙齒 就是你有很整齊的 Regular 它有很整齊的意思 你有這個 這個牙齒又白啊 一排又很漂亮很整齊啊 很漂亮啊 沒有歪起扭拔啦 沒有這個凹凸不平啊 你有一排非常整齊的牙齒 你看Regular 它有整齊的意思啊 那當然這個也沒有關係啊 有常態性的展覽 這當然也沒有關係啊 所以答案當然是 免費的 而且對大眾開放 然後 Do you need anything else 你還需要什麼別的東西嗎 另外回答 No That will be nice That will be all 就說 不 不需要 這邊當然是謝謝了 不需要 這樣就很好了 That will be nice 可是怪怪的啊 你還需不需要別的東西 是問你還 你就說 要不要 你說 那就很好了 這個怪怪的 這個不太通 No That will be all 這個就說 已經夠了 不需要了 前面當然已經有一個No That will be all 那是全體的 那是全部的 夠了 已經很整齊了 所以這個是對 這是一個英文習慣性的用法 你還需不需要別的 That will be all 或者說 那個老闆跟你講話 聊了半天 然後你還在等說 老闆還問別的指示 老闆說 That will be all 夠了 全部就這麼多了 很完整了 不用了 你可以下去幹活 所以這個當然是選這個 That will be all 這正確了 That will be mine 那是我的 這就不相關了 當然不是 That will be sure 這是很確定的 問你要不要別的東西 不 那是很確定的 當然風馬流不相及 所以當然是選 That will be all 這是一個習慣性的用法 譬如說一個人說 Excuse me I order Big Mac 我已經點了一個 這當然是訂購 油購 這個點 點什麼餐點 也可以命令 意思很多 你不能說我命令一個大麥克 就我點了一個大麥克 到這個 到麥當勞 點了一個大麥克 而不是一個 一個肌肉三明治 那顯然就是送錯了 比如說我點大麥克 怎麼你給我一個肌肉三明治 那另外一個 就是大概是服務人員回答說 他後面我們先看後面 I'll get you all the facts right now 就是我會 我會那個fix就是修理 也可以是改真 他還有一個意思很特殊就是 炸氣 欺騙 在比賽裡面欺騙 操縱 意思很多 就是說我會把你的order 我把你訂單的fix 修理一下 整理一下 調整一下 改正一下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這個馬上會把你訂單再重新改一下 我們再重新會送你一個大麥克 我把這個訂單改一下 可能前面點菜的搞錯了 他選到chicken sandwich 那他前面講 What do you say? 你說什麼呢? 我會改正你的點菜單 這個不太對 Do you say that? 你說那個嗎? 這個也沒關係 Sorry about that 不好意思 那就對了 不好意思 我會趕快修正這個東西 趕快改菜單 改那個訂單 點菜單 這當然是對的 Sorry about that 拍誰 不好意思 That's not my fault 這不是我的錯 這何必呢? 你就改就好啦 這個當然 這也是太250了 但是呢 就沒有人會這樣講 你這樣講就不來了 你就改 你送錯了 我又沒有問誰的錯 所以這個也不是 那我現在13個YouTube頻道 可以的話就 全部按訂閱 這集講到這裡